2024年5月13日,各位老板又到了我们依法爱国的时候了 随着阿斯利康公布了自己的疫苗副作用以及不良反应的数据 那么世界各个国家都开始进行疫苗的溯源 你看病毒溯源那事儿大伙都给忘了 开始追索,索赔 那么我这拿到一份马来西亚卫生部昨天公布的数据啊 阿斯利康在马来西亚接种的人数是74万4958人 进了ICU重症的7个人 重症率达到了0.01% 死亡病例14例,死亡率是0.02% 那么辉瑞在马来西亚的接种人数是6530943人 重症人数143人,重症率0.02% 死亡323人,死亡率0.05% 科兴在马来西亚的接种人数是722万3897人 重症人数799人 重症率达到了0.01% 你看看啊 阿斯利康重症率是0.001% 辉瑞0.002% 科兴 0.01% 是阿斯利康的11倍啊 接种科兴后导致的死亡病例是1108人 死亡率达到了0.015% 死亡率是阿斯利康的7.5倍 是辉瑞的3倍 所以当时阿斯利康说公布了不良反应 副作用数据之后 老王说 如果阿斯利康导致的死亡是一个人 那科兴这10个人 问题一点都不大 那只能说是王少了 说特别是在中国呢 人口基数又更大 是吧 所以这个数据公布完了之后啊 老王还是那句老话 恭喜屏幕前各位坚持坚决不打疫苗的朋友们 保护了自己也保护了家人 另外一个消息 是台湾的朋友一定一定要多关注的啊 关于香港的问题 为啥关注香港啊 这是一个活的例子啊 近在眼前啊 当年的香港比台湾牛逼多少 无论是经济贸易金融交易等等啊 是不是台湾只能望尘莫及 那么如今的香港呢 十年时间都没用上 严格的说是从2017年才开始啊 管理香港 那么从2017年到今年 办个入籍是吧 中国大陆永远欢迎他们啊 要么你就给他拿香港的案例聊事儿 比如昨天发生的事儿就是 美国正式取消了香港驻美经贸办事处 取消这个办事处呢 就代表了啊 去年11月份通过的一份 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 在美国开始进入了实施的阶段 取消了香港经贸办事处意味着什么呢 就和美国或者世界 重新认定了中国 不是发展中国家的概念一样 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 因为你所有的优惠 所有的政策 所有的福利 所有的待遇 一切的一切都将因效云算 首先一个香港的独立关税地位就没有了 没有了之后呢 首当其冲的就是香港的出口贸易 转口贸易就彻底废了 没有了 以后的维多利亚港终于可以钓鱼玩了 是吧 弄一帮退休老头 没事钓钓鱼甩两杆 这就是香港维多利亚港的唯一用处了 是吧 另外一个就是香港的国际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资格 也不像以前那么自由了 可以说是没有了 跟中国大陆的待遇就一样了 就剩下一个中美科研合作协定 在这个框架之下的 那和以前的香港各个研究所大学能一样吗 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而是几个量级呀 太多太多的领域都要遵守国际的禁运或者制裁了 特别是以后再想通过香港的学术交流啊 科研合作呀 购买一些高科技产品 或者引进一些高科技的技术 那就根本不可能了啊 这个机会再也没有了 另外一个即将或者很快会被影响到的波及到的就是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 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基本上属于中国大陆对国际货币交流货币交易的一个出口或者窗口 那么香港的联系汇率崩掉了之后 废掉了之后 这个都不是崩盘的问题 这个是彻底保不住了 没有了 所以也许很快啊 港元与美元等国际货币之间的自由兑换资格 咱要强调是自由兑换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兑换的资格了 而是在各种各样的限制之下 框架之下还可以兑换 但是像以前那样随便换那几乎就没有可能了 也就是说如果搞得更狠一点啊 在不远的将来 港元就要和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币一样 成为只能够在中国大陆地区 或者中国的盟友国之间流通的粮票了 你说它是一种货币 任何国家的货币只要是失去了国际流通资格 那你就只能认为它是一款粮票 或者是一张政府印刷出来掠夺老百姓血汗劳动力的印刷品 是吧 这就是希望台湾的朋友多关注香港的一个原因 曾经的香港呢 哎呀 号称全球三大金融中心啊 也是世界上名副其实的最大的自由港 所谓的自由港是包含几样东西 自由的国际贸易中心 自由的国际金融交易中心 也是自由的国际学术与科研交流中心 你这三大交易或者这三大中心就保证了香港的国际地位是几乎不可替代的 但是呢前面再说了短短的七八年时间就把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变成了国际金融遗址 把香港这个国际自由港变成了国际不是国际中国国安港是吧 维多利亚港要改名这个是好多的人大代表啊 包括好多老奴才已经提了好多年的 响应号召嘛 揣摩圣意嘛 所以呢我觉得改什么八一港啊 庆丰港啊 都不如改成刚才说的这个 直接就改名叫国安港 特别有时代气息啊 也有当朝特色是吧 所以呢 香港的朋友们 台湾的朋友们 长点心吧 长点记性吧 甚至啊香港被取消了国际经贸地位之后啊 受最快影响或者最直接影响的就是中国大陆的广东福建浙江沿海 长三角珠三角这些以工业经济进出口商贸为主要经济支柱的区域 那很快很快就能看到 是吧 这个呢 他你不能说他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是对于失去了发展中国家 最惠国待遇被踢出了WTO 以及正在遭受来自全世界的各种高科技的制裁啊 高科技成果的禁运啊 等等吧 这个情况之下的中国而言啊 也算是个火上浇油的做法是吧 而且浇的还还还不仅仅是汽油 浇的简直就是啊 温度更高的新能源电动车是吧 看着中国这已经快着火了 他把新能源电动车的电瓶拆下来 俩扔上来 哎 这不就是所以可能今年后半年啊 用不上后半年 老王现在还是凭那个直觉 在六月份之前或者第二个季度结束之前 我们能够亲眼看到啊 长三角珠三角中国实体经济的垮塌 所以身在台湾的朋友知道怎么选了 知道怎么回事长个记性就行了 那么身在祖国母亲怀抱的 和身在香港的朋友们 也应该未雨筹谋 提前做点准备了 这种事真的是说来就来 说完就完 咱就往前倒个五六年吧 谁能够想到香港会被搞成如今这个屌样 是吧 当然如果觉得老王这是瞎逼逼啊 不重要的 可以继续思考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就是香港的去殖民化问题 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香港的维多利亚港 咱们到底给他改名叫点啥呢 八一港这是老王改过的了啊 庆丰港老王也想过了 刚刚又想了一个国安港 这都是老王的知识产权啊 你们要是有其他的更加符合新时代 符合历史 符合潮流 符合一切吧 你觉得更有文化的这个名称 也可以留言告诉告诉老王 咱可以统计统计来场直播啊 上交一份国书是吧 来个提案 看看到最后谁能猜的对 香港的维多利亚港 最后到底会改成什么呢 我觉得你们肯定会有人留言 给他起名叫二百金港 不换奸港 是吧 一派胡言 我感到非常气愣 你快挨打了 哈哈